儿子放学回来看到我给他做的这个点心 又要夸我手艺好了 外面酥脆里面软糯 这个土豆版本的上校鸡块 真的好香啊 有没有觉得下雨天特别适合睡觉 刚一觉睡醒 现在准备给我儿子做个小点心 他每天放学回来都跟我说 妈妈我快饿死了 做完以后我刚好接他放学 我用的这个是小土豆 小小的五个 切成厚片放在锅上去蒸 切点午餐肉进去增加一下口感 也可以放火腿肠 切的碎一点 土豆片蒸熟了 给他拿出来压成泥 加入午餐肉粒 再放一点盐 放一点黑胡椒粉 松鲜鲜来一点提鲜 这个是玉米淀粉 来个两三勺 直接上手给他揉均匀 做成自己喜欢的形状 我感觉这个过程 好像我小时候玩泥巴 这样敲打一下 就是更结实一点中间 拿出家里最小的锅 省油 等油温高了 再把这个土豆饼放下去 一块一块的放下去 不要一次性放下去 你放下去的时候 这个土豆饼可以自己浮起来了 然后再放下一块 炸到表面有点金黄的样子 可以捞出来 等油温再次升高了以后 再复炸一点 这样子它的表皮就更加酥脆了 油温高的话 炸出来的东西 其实表面就没有什么油的 不太吸油的 这个是我买过最难吃的一次番茄酱 放点沙拉酱吧 拿切个水果搭配一下 海南刚到的树上熟的大金黄芒 真的太好吃了 树上熟的味道就是不一样 特别的鲜甜 我尝到第一个的时候 立马又下单了一箱 第二箱已经在路上了 毕竟吃芒果也就这两个月 今天要拿被子啊 拿被子要睡了 哇 还要一个 第几个了你这 我第2个 我第3个 你吃的快一点 那要怎么样 简直比我妈妈做的好吃一丢丢 比你妈做的好吃一丢丢 你妈手艺比我好 妈妈手艺比我妈手艺小 你没做过这个 我妈妈从来都没做过这个 芒果甜吗 甜 这一半芒果给你 你摆在那里吗 你摆在那里吗 我妈妈 我妈妈做的时间